第五百七十八集 诸圣主先后赶来 接进入神城求见神王 怎么都来了 没有死一个呀 将家一名年轻人小声嘀咕 立刻遭到一位长辈的斥责 圣主及人物不等于真的是圣主 也许是其他的绝顶大能 甚至还有可能是中轴的人 朝霞生起 神王抱着彩云仙子 灯临高空 眺望地平线上出生的太阳 一动不动 神城中 诸圣主没有一人敢不满 皆在静静的等候 蓄日东升 历经五十 而后又慢慢的吸追 晚霞如雪 染红了大半边天空 神王拥着彩云仙子 一动不动静静地看着夕阳 太虚哥 七年你为我寻来抵命果 补我的手缘 要我与你同活四千年 宫秀人 宫秀人世间 我等到了你 可惜 却不能轻眼看你复生了 神王的耳畔 回想着这些喃喃之语 我真想和你满步夕阳下 可惜 没有时间了 你永远 也听不到我的声音了 神王眼角 有精英闪动 被困四千年 他早已心肩如铁 可是此时依然大痛 外下消失的刹那 他白发如雪 在夜色中分外醒目 可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抑郁 下方的人惊呼 神王宗祖 彩云仙子消失在神王净土内 将太须迈步而下 此刻他容颜如玉 可是发肆 却已血白 拜见神王 诸圣主同时参拜 非常恭敬 而后他们纷纷开口 对天发誓 昨夜的一切 与诸圣帝无关 拥有极道武器的圣帝 更是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甚至拿出了确凿的证据 神王红颜惨死 他若是持衡羽卢无情出手 那将是一场难以想象的可怕灾难 各大势力都有代表前来 许多人接来参见 忽然一人吃惊 狂顾圣体 好大的胆子 竟敢躲在这儿 欧阳也行如稿木 但无险接近原地时 几乎修成了天眼 瞬间发现人群中的夜凡 诸圣帝来了很多人 有不少中清代的人站在远处 许多杀气同时迸发而出 你们想杀他吗 最上方 端左大殿中央的江太虚开口 神王前辈 他是慌顾圣体恶行累累 诸圣帝都在追杀他 并告神王 圣体当初 他犯下诸多罪行 遥光隐世一脉 十大年轻高手 尽被他杀死 鸡家太上长老 被他焚成了灰烬 你真是好大胆子 敢来到此地 许多人开口 杀意无尽 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在了夜凡的身上 好大的胆子 你们是在说他 还是在说你们自己 神王开口 扫视所有人 眸光所过之处 没有人敢与他对事 有人仗着胆子问道 神王 您这是 他救了我的命 杀他 如杀我 你们 要杀吗 绝代神王声音铿锵有力 将所有人的耳骨都震得嗡嗡作响 大殿中鸦雀无声 杀叶凡等若杀江太虚 如今谁敢杀绝代神王 十三位圣主级人物 三名绝世老妖孽 一位中州的王全都被他一人击毙 一夜震惊天下 此时谁敢站出来 为什么会这样 夜凡何时救了神王的命 这是很多人的疑惑与不解 这几日来 满城的修士都在追寻夜凡的下落 结果他却与无比强大的神王有了这样的关系 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有人笑声咕弄 会不会有错啊 他怎么可能救了神王的命 诸多大敌来犯 神王宗族危在旦夕 夜凡以真龙神耀救活了老祖 使他在画龙池中再生 真龙神耀 许多人听到这四个字 无不到吸冷气 莫名震撼 这可是传说中的太古神耀 夜凡连这种东西都有吗 人们很快想到了他的身份 不仅是荒谷圣体 还是一位得到了原天师传承的 原术奇才 曾经切出过神耀的种子 可是即便如此 人们还是惊悍 不死神耀啊 连诸圣帝都没有 夜凡却先后得到两种 这也太逆天了 如果将他控制在手 对于一个圣帝来说 将意味着什么 会有莫大的好处 若是能够栽活一株不死神耀 说不定可以培养出一位大帝来 许多人知晓夜凡身上有万物母气 如今得惜这一切后才发觉 荒谷圣体的价值 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大 诸圣帝与各大势力 追杀他这么长时间 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如今眼见夜凡被绝带神王庇护 许多人都非常不甘 同时不少大势力的人 刹那生出念头 也许拉拢荒谷圣体 得到的好处会更多 欧阳夜星体干枯 无限接近原地失境界 虽然已是风烛残年 但对袁天书却无比渴望 老朽 请神王主持功道 你有何事 江太须溃然不动 眸光向下扫来 省体欺我袁属世家后人 但他对神王有活命之恩 老朽不敢怪罪他什么 但还想请他还我袁属世家 袁天书 叶凡站在人群中 轻蔑地扫了他一眼 袁属对决中想杀我 可惜记不如我 到头来却怪我欺人 这是哪门子道理 这些恩怨 老朽不想纠缠 只想寻回我袁属世家的 无上其书 什么时候成为你们 袁属世家的古经了 这分明是袁天师 留下的神典 在说这些话时 你不觉得脸红吗 袁属自古是一家 属于袁属界 而非你这样的修士 所以老朽请你归还 叶凡扫了他一眼 照你这样说来 修炼之法是自古是一家 难道我可以向诸圣地 索要古经吗 再有 此书乃是袁天师的后人 借于我的 与你们有什么关系 袁天师的后人借给你的 这怎么可能 一定是你抢夺来的 一位袁属世家 年轻弟子忍不住赤道 神王一声冷哼 这名弟子顿时脸色苍白 急忙闭口 再也不敢乱语 关于袁天书的来历 我很清楚 你们袁属世家 没有理由来争 神王说出这话 便不再理会他们 欧阳一也张了张嘴 但终究未敢再多说一言 神王之危 让他心中恐惧 诸圣帝皆沉默 没有一个人 提予叶凡的恩怨 他们绝不会像 袁属世家一样 在这种关头触眉头 神王忽然开口 看向姬家圣主 我已听闻 叶凡与姬家有怨 我愿从中化解 不知可有商量的余地 神王明界 却有一些纠葛 他学了虚空古经中的 不传之谜 当然 我姬家一些人的反应 也过激了 姬家圣主不卑不抗 原来如此 将神王点了点头 而后看向叶凡 你能否向姬家圣主保证 永世不将虚空古经中的 秘法外传 叶凡自知神王是在帮他 在施大恩 怎能不知好歹呢 多谢神王 我发誓 终生不会外传 虚空秘术 好 回头 你去姬家请罪 将神王点了点头 而后看向姬家圣主 他若将虚空秘术泄露 我亲手助他 你看 如何 姬家圣主能说什么呢 绝对神王显而易见 要庇护叶凡 在得到这样的保证后 他最明智的选择 就是点头 这个家伙 远处的人群中 一身紫衣的姬紫月 磨小虎牙 盯着前方的叶凡 姬浩月 微醋见眉 紫月 你为何在用力踩我的脚 踩错了吗 姬紫月 吐了吐小舌头 翘脸上呈现出小酒窝 都为自己的哥哥做了个鬼脸 细细地笑了起来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